粉丝寄过来一个充电站 共享充电站 占损版的 真的我这个什么环境下使用呢 以前拆过这个共享充电板 这次拆共享充电站 9成新 9.9成新 我先把它清理一下 行 现在差不多了 全新 全新的充电站 这块没擦啊 忘了 就这样吧 先看外观 这个外观估计你们都能 都能背下来 然后看接口 这个你们应该看不到 这边有个八字口 一个电源 还有个USB口 就这么东西直接拆吧 这也别废话 哇 哇 这个东西的功率并不大 你看里边这个主电源线 就这么细 看一下里边 这个东西比我想中的要复杂 底下是电源部分 电源部分 上面都是给其他充电板充电的部分 这边应该是电磁盘 扫码之后可以打开 怎么把它抽出来 这个预件难提了 看它那个螺丝在最里边 非常非常深 我这个心有余儿力不足呀 这种螺丝就不好拧了 这种螺丝就不好拧了 这个 加这个 再加这个 我昨晚吧 这个东西反正也不会再把它装回去用了 而且这边 缝隙里边有两个螺丝 我这种螺丝到底下不去 所以吧 就直接 另辟吸净吧 从这边开始吧 终于打开了 一头汗 一头汗 很少有东西能让我插出来一头汗 这边 这边够的 出来 出来 终于出来了 这里边是两个灯 可以理解吧 这一个灯 这一个灯 看一下主板 看一下主板 我很温柔的把它们全打开了 这边 是个联发科的中控CPU 然后这个小芯片 这个可能是个物联网芯片 这边这个网络模块也打开了 这个就有点8266的意思了 控制WiFi 然后和WiFi连接 或者是提供WiFi服务 我不知道这个箱子支持不支持WiFi服务 然后 各种接口 这个是两G天线 这个是个USB口空的 他没看 这个是通到箱子后边了 电源输入 这两个接口是 箱子上面那两个灯 那两个背光灯 电源 这个是给前面充电板充电时候的输出电源 底下有一大堆各种电容 这个是信号 控制那些继电器用的 充电板状态 充电板充满电 上面有个绿灯 是控制这个的 这就是这个主板 然后继续看它这个电源 看一下它这个电源板部分 输入 接口 然后它提供两种电压输出 一个是5V6A 还有一个是24V1.5A 24V这个应该就是 计电器 针对它里边刚才锁 锁出电板的那个计电器 我终于小心翼翼的把它拆下来一组 一共是三组 每组是两个 这个是其中的一组 右边这个是彻底拆开了 左边这个是没拆开的状态 电源信号输入进来之后 信号还有充电进去 这边有个继电器 继电器 然后里边什么情况 里边是这么个情况 每两边有三个触点 这边还有微动开关 等于是你把充电板放进去的时候 它会感应到放进去充电板了 然后这三个触点 去给充电板充电 充电板放进去 会把它压下去 然后它是起到什么作用 就是说弹出弹出 再看继电器工作 继电器通电之后 往上 然后再动这两个铁片 这两个铁片 像两个夹子一样 夹着充电板 你这边扫码 然后它验证通过之后 这边打开 然后这个根据弹性 把充电板弹出去 规划的时候 往下一压 连接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东西太难拆了 当年我记得拆怪兽 充电板的时候 就特别难拆 这个东西真是一家人 特别难拆 一桌的螺丝 这边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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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打开